月亮火车来了 耶 走走就回来了 怎么进不去 你们还不能上车 只有算出对应车销的算术才能上来 这难不倒 我头上是零 五加五等于零 我上 怎么还进不去 我头上也是车子零 六加六等于零 我也上 哎呀 怎么我也进不去 你们算出了结果 可是没有对应颜色呀 原来是这样 我是红色月亮 那我走红色车销 耶 坐上了 我是红色月亮 我就红色车销 哈哈 我也坐上了 现在是说我呢 九十九加一等于一百 那我做金色车销 白雪 你不能坐 为什么呀 我也是月亮啊 可你是黑色 我们没有黑色车销 这要怎么办啊 走不上月亮火车 我就没办法回家 嘿嘿 白雪 只要我把你的黑色系统 你就可以变成黄金月亮了 那黑暗魔王 你快帮帮我 可以 只要小朋友们 都给我打一百分 我就帮你 太疼了小朋友们 我能不能回家 就靠你们了 这么多一百分 好吧 我帮你 黑暗魔王 太干了 我现在是黄金月亮了 好了 你可以上车了 耶 出来了 这里是美食丑 我是厨师奶奶 月亮们 先来吃饭吧 这是我准备的三桌美食 零分红月亮贝儿 吃丰盛大餐 太狗了 零分蓝月亮熊妹 吃零食大礼包 帮你 帮你 厨师奶奶 我吃什么 一百分白雪 你吃馒头咸菜 蛤 为什么我就是馒头咸菜 因为我们的美食国王不喜欢一百分月亮 所以你不能选择 好吧 我们要开高了 等等 我有事情要宣布 国王大人 你有什么事 美食王国的规定改了 现在 我只喜欢一百分的月亮 所以贝儿熊妹 你们的美食 要统统给白雪 什么 那我们去吃什么 你们就吃馒头咸菜吧 我们也太惨了 贝儿熊妹 我的美食分红一起吃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老师说了 有好东西要一起分享 咱们快吃吧 吃完了回家了 怎么住不住 这里不就是出口吗 不对 我们是外月亮 而出口大门是三角形 全装不一样 所以不能过去 这个怎么办 月亮们 我有办法帮你们过去 出去奶奶 你有什么办法 这是三瓶变性药水 可以帮你们变成三角形的月亮 不过你们得答对我的一道问题 才能给你们 好吧 小猪佩奇的衣服是什么颜色 一蓝色 二红色 三橙色 是 三橙色的吧 不对吧 应该跟我的颜色一样 是蓝色吧 白雪 你说呢 我也记不清了 小伙伴 你们知道小猪佩奇的衣服 是什么颜色吗 快发送这些答案的编号 告诉我们吧 拜托了 考试开始 先来看看大宝的成绩怎么样 报告老师 我放了十个臭豆腐味的屁 什么 竟然是臭豆腐味的 老师怎么样 这次考试我的多少分啊 我宣布 大宝考试结束 成绩零分 啊 为什么呀 这次的考试内容 是放香皮 你都没有审题吗 这么臭 是想把大家都熏晕吗 啊 放香皮考试 我以为是放B考试 老师 可来检查我的吧 嗯 不错 贝尔的屁是薰衣草味道的 很香 贝尔的成绩是一百分 哈哈 我是一百分 三橙老师没发现 没发现 没发现什么 没什么 贝尔的考试肯定有问题 我倒要看看 她藏了什么秘密武器 贝尔 你背后放的什么 快拿出来 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好啊你 既然在考试中使用喷香机 贝尔使用道具 成绩零分 今晚回去 把放皮作业 给我完成一千遍 一千遍 怎么要放到什么时候呀 接下来是白雪 我才不会像贝尔一样 眼睛那么长 看我的 老师 为了今天的香皮考试 我可是吃了一百斤牛猫呢 不信牛啊 我的皮一定是柠檬味的 不错 白雪的皮里有柠檬的清香 又带着薄荷的味道 对 薄荷 这味道怎么这么熟悉 曹哥 老师不会是要翻鲜了吧 嘻 这还有响嘛 这不就是 柠檬薄荷清香机的味道嘛 我也有啊 好啊你白雪 老师真是太失望了 白雪零分 发白雪 先一千篇放皮日记 啊 老师 能不能换个惩罚 不行 最后一个 黑暗魔王 希望你不要让老师失望哦 哈哈 老师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无敌香皮 哇塞 好香啊 闻起来像是炸鸡的味道 不对 明明是牛排的香味 天呐 黑暗魔王你是怎么做到的 哈哈 我才不告诉你们呢 不错 黑暗魔王的皮真是太优秀了 老师很为你骄傲 我宣布 黑暗魔王的考试成绩是一百分 接下来 发放这次考试的冠军奖励 等一下老师 啊 这不是奇妙商店的老板吗 你有什么事吗 我找你们班的黑暗魔王 黑暗魔王同学 在我们店购买了无敌香皮 还没有付钱呢 现在考试也结束了 黑暗魔王 请把钱付给我吧 一共一百万金币 我 我没钱 没钱你买什么招能力 老板 这是一百万金币 我替黑暗魔王同学付了 早给不就完了 黑暗魔王 没想到你也这么让老师说 如果你们大家想考一百分的话 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而不是靠什么超能力和道具 知道了吗 对不起老师 我们知道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重新考试呢 如果有的话 就在评论区发一一一告诉我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就点赞 给白选一个游戏机 给熊妹一个游戏机 给大宝一个游戏机 给黑暗魔王一个游戏机 游戏考试现在开始 游戏见我们见 我的会是什么游戏呢 原来是俄罗斯方块 我退 我退 这个方这里 这个方这里 我方 俄罗斯方块下降的速度 怎么越来越快了 我退不过来了 不要再降落了 我要被买进去了 游戏失败 我失败了 俄罗斯方块好难哦 好 我的游戏考试看吗 是超级满力 哈哈 我跑 我跳 我再跳 这么多星期 我吃我吃我吃 我现在能到够点了 游戏考试真是太简单了 妈呀 前面几个红杆里 我这么远 还这么高 我能跳上去吗 咬你咬你 后面小怪兽追过来了 怎么办 我不前进 就会被小怪兽咬 我一没跳上红杆掉下去 你会失败的 不敢了不敢了 我跳 游戏失败 我是小厨师 这个游戏感觉很好玩 大宝厨师再见 大家快来买呀 大宝厨师 我要吃汉堡 没问题 我给你做 面包加肉饼加生菜 汉堡做好了 泽 给你接壁 我要烧肉了 可来更多个人 我们要有这个 快给我做 什么 印象来了四个 好吧 你们等等 面包加肉饼加生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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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怎么办得跟烏鱼一样 你们等等等等 马上就好了 面包加生菜 加这个手机 做错了丢掉 面包加面包 加 羊肉做了 应该是肉饼加石头加垃圾 你在做什么 怎么就是做好看的 砸了你的出手电 店铺被砸 游戏失败 恭喜你黑暗魔王 选中了我最喜欢的公主换装游戏 我能不能不玩这个游戏呀 不可以 现在开始选裙子 黑暗魔王 选几个裙子 我选三个吧 接下来是发型 选几个 还选三个 黑暗魔王 以后你就是黑暗公主了 真是太好看了 钱兹姨 快给黑暗公主的装扮打分吧 零分零分 太走了 游戏失败 老师 我都失败了 你们真是太差劲了 连一个小小的游戏考试都不及格 小朋友们 如果让你们参加游戏考试 你们能过关吗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发作一一 如果不可以的话 就发作二二 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点赞 上语文课 数学课 英语课 需要一百个看保 我们无数 上迷我世界课 到罗大陆课 完整农牙课 需要一个看保 什么 通话学校新来的老师也太寂寞了 不管了 魔王老师 我要上迷我世界课 给你一个看保 我要上斗罗大陆课 魔王老师 给你看保 那我要王者农牙课吧 我最喜欢当王者了 给你 大宝 请选择你的手机在上课 一号手机 百分之百电量 二号手机 百分之五十电量 三号手机 百分之十电量 当然是选一号手机了 我要玩一整节的迷我世界 一号手机的价格 是一千汉堡 可我这里只剩下一百个汉堡了 三号手机架格一百个汉堡 你只能要这个了 那好吧 我赶紧 你我世界 我来了 牛角怪 我还没玩呢 这个手机怎么就没电了 你快给我充电 充电需要一万个汉堡 可我没有了呀 牛角怪老师 给你一万个汉堡 可以进行我们测试了吗 当然可以 魔法剧 高兴你 百分之一 你决心的五魂是一只烂蛮吗 什么 我不要 烂蛮蛮你太丑了 可以给我重新测试五魂吗 好吧 不过就需要十万个汉堡 给你 给你 嘿嘿 什么 是萌萌虫 百分之一 再测试一次 需要一百万汉堡 我没有汉堡了 嘿嘿嘿 没有汉堡 就不能上课 出去 牛角怪老师 我昨晚连夜打上了荣耀王者五十项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哼 那又怎么样 我已经用魔法把你的英雄全收起来了 十万汉堡 解锁一个英雄 给你 解锁失败 请重新支付 什么 我没有汉堡了呀 没有汉堡就输了 快给我出去 你们上课 什么时候吵齐了汉堡 什么时候再来上课吧 嘿嘿 老大 老大 我们有汉堡吃了 我们走吧 怎么走了呀 孩子们 老师来晚了 大家快去上课吧 可是 可是我们刚刚已经上过课了呀 怎么会呢 通话学校只有我一位老师啊 谁给你们上课 是汉堡和牛小哥 是呀 他们还要走了我们好多汉堡呢 哎呀 孩子们 你们上当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老师 他们是来骗汉堡的 什么 这是汉堡和牛小哥 不要吃 你们的汉堡在这里 怎么在这里 小姐不要 你是怎么要回来的 你们的汉堡都是我给你们的 我给你们的是善良汉堡 那些不善良的人 就算汉堡到了他们手上 汉堡还是会回来的 是这样啊 哈哈 当然了 谁让他们两个这么坏的 小朋友们 长安大拇指按钮点赞 贝尔智商灵 禁止进入聪明王国 啊 白雪智商二百五 可以进入 太好了 熊妹智商二百五 可以进入 我也想去聪明王国 这个怎么办啊 贝尔姐姐 你可以去找艾莎 創持智商 对呀 我这就去 艾莎 我要把智商創持到二百五 可以 你要支付二百五十个童话币 给你 可以 大够了 这下我的智商也变成二百五了 我就可以去聪明王国了 老师 我要进入聪明王国 快来检测我的智商吧 贝尔 你可以进入聪明王国了 这是大够了 白雪姐姐 你终于来了 白雪小美 你们看 现在我们的智商都变成二百五了 什么传法和小哥说的吵架呀 我们去看看吧 一加二等于四 再不说一加二名义等于五 就是等于四 不再是等于五 什么 一加二不是等于三吗 他们怎么会说等于四和五啊 贝尔 你刚才竟然说一加二等于三 谁别卖 快把贝尔带走 他一定是坏蛋王国的人 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一加二就是等于三啊 所有朋友们 你们说一加二等于三是正确的吗 正确的话 就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吧 对啊 国王 明明就是等于三 国王你看 这比三个童胜都是二百五 我就知道 你们三个一定是坏蛋王国派来的 快把他们抓起来 不要啊 国王 我们不是坏蛋王国的 既然这样 那你们需要回答对我的问题 不然 你们就一定是坏蛋王国的人 我就要惩罚你们 没问题的国王 你问吧 小明有八个金币 买鸡团用掉了三个 那小明现在还有几个金币 我知道 就是八几三等于五 小明还有五个金币 回答错误 怎么可能啊 对啊国王 就是剩下五个金币啊 错 应该是剩下三个金币 怎么可能是三个金币 哼 你们一定是坏蛋王国的人 我现在就要惩罚你们 不要啊国王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那好吧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树上有五只鸟 飞走了三只 树上还剩几只鸟 我知道 五个金币等于二 所以 时常还剩下两只鸟 回答错误 啊 明明真是两只鸟啊 是六只鸟 士兵们 快把他们抓起来 不要啊 精灵魔法 定 精灵仙子 我们明明回答的是正确的啊 为什么国王却说我们回答错了 白雪贝尔熊妹 那是因为你们来错地方了 啊 这到底是哪里 精灵仙子为什么说我们来错地方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知道的话 就快长按大拇指 发送一一一的评论区告诉我们吧